欢迎来到栗子的晚间护肤日常 哈喽又到了栗子的护肤唠嗑时间 今天我想说一个主题就是 守护钱包保卫大原种 大家都知道护肤品行业赚很多 所以各路人马都眼红想来赚这个钱 就导致现在护肤品的花样 就值得越来越多 广告打得也很好 这个美搬那个去搬 这个好用都来买都来买 所以呢今天就根据我一个 平常的护肤流程来给你们唠一唠 到底哪些钱该花哪些钱该收 首先就是清洁类的 卸妆和洁面这两个都不值得投资 你们就想一下 这种东西它只在脸上停留个十几秒 那唯一的作用呢 就是把脸洗干净 真的不需要其他什么 花里胡哨的别的功能 关键是它们也做不到 卸妆你就优选卸妆膏和卸妆油 市面上做得好的 而且还便宜的 真的一抓一大把 我之前都推荐过 什么红肤肤切出的 随便有都不错 然后那种便宜温和的 胺基酸洗面奶就更多了 洗面奶你们就记住 超过100的这没有必要 我也不怕得罪人 你看什么香奈儿 CPB 雅士兰蛋那些 死面奶都好几大百 而且还是造极的 我真的挺不理解的 然后就是面膜 面膜可以买 但是真的没有必要买太贵的 一周两到三四顶天了 然后每次在脸上就15分钟 就要洗掉了 多浪费呀买那么贵的 这个面膜在你脸上 又能有多大作用呢 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你付100张面膜 还没有一张水光针来的有效果 那如果说你脸上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什么拆伤啦 顾敏啦 这个时候可以用一张那种医用的服帖 来服一下 致敬一下就可以 那除此之外 一些日常的简单补水面膜 我觉得偶尔敷一敷 意思意思就够了 然后是爽敷水 No 不值得投资 爽敷水几乎90%都是水 就是成本很低很低 它就是用来简单的浸润一下 表面脚质层的 大部分的水都已经被蒸发掉了 你皮肤没吸收多少 一瓶成分简单的爽敷水 或者是平常那种补水喷补就OK啦 不到100块钱就会搞定 甚至你不用都行 接着就是精华 这个大家给我狠狠地砸预算 因为这也是很多品牌区 很砸研发 很砸活性货的一个品牌 往往它的性价比较高 而且效果还好 那如果说前面是基础服服的话 那到这一步就是功能性服服了 你可以考虑你现在是想抗劳 想美白还是想修复 一瓶好的精华 确实能解决你想解决的问题 但是啊 贪心服服射吞相 功能性的服务品不要超过两个 不然的皮肤是真的遭不住的 然后是眼霜 有钱你就买不买也没事 其实眼霜啊 中规来说就是面霜在眼部的一个分区护理 如果你这个预算比不是太够的话 用面霜带过也没什么大问题 最后一个面霜 面霜嘛 护肤里的最后一步 只要是起到这个封闭保湿的作用就可以了 那能满足这个需求 而且还便宜的面霜 平平皆是 看我之前的视频会分享很多这种类似的面霜 很多百来块钱的产品都很好用的 那像其他大牌做的一些功能性的面霜 其实就是锦上天花啦 价格高 你有钱就买 没钱呢其实也不差事 是不是这个视频看完了感觉省了一个亿 好啦不多说了 睡觉起了 晚安